感冒期间能不能吃鸡蛋 这也是在我们临床上 很多患者要询问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之一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也是需要具体来分析的 第一个呢 就是说很多人认为 那么感冒期间吃鸡蛋会导致发烧 烧加重 这个其实呢是一个误解 我们人体呢在进食的时候 因为食物呢需要这个氧化分解 那么分解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热量 当然进食以后呢 还会导致我们人体的一个基础代谢的增加 这些呢可能都会增加这个热量的产生 但是这个热量呢 其实是对人体来说是微乎其微的 所以呢 人体每天进食一到两个阶段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人体在患了流感以后呢 都比较虚弱 那么也是需要补充营养 维生素这些 那我们鸡蛋呢作为一种大白质的补充 也是比较好的这种营养的食物 所以呢人体也是需要来补充这个 通过鸡蛋也是可以来补充这个能量的 第三点呢就是说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吃这些 尽量不要吃这些油炸 或者是煎炸的这些鸡蛋 因为人体在患了流感以后 肠胃呢比较虚弱 比较虚弱 有些呢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 吐痛腹泻的情况 那么可以可能会造成这个消化不良 那么尽量是避免吃这些油炸的食物 啊